小维巾 大家好,我是LenoCathy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制作这款小维巾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赞订阅我们的影片 支持我们 材料有线 发生 棉花 工具有勾针 剪刀 剪固固定花部分 拿一条发生 线放在发生下面 巢线拉出来 巢线拉一个 巢线上的一针 在发生上面 巢48针 短针 发生的直径大概是5cm 去起尺位 挑内半针 尽快針引白 第一行就勾好 我们现在开修第二行 先勾五针 锁针 巢线三次 去同一日针位 勾针三长针 在下七个针位 勾七针三长针 在下七更 找到五针 整火錄 成员 丝尽 再勾不針鎖浸 落在針腳位置 再針飲白 第一片花帆勾好 我們總共勾六片花帆 勾最後一組單元 去下一入針位 挑內半針 做花針飲白 做五針鎖針 從這個入針位開始 在下八個針位 勾八針三長針 在下八點 做五針尺 做五針尺 再用針鎖針 再放在針腳位置做花針引白 再放在起刺位置做花針引白 把這條線拉過去背面 再放在剩下的另外半針相對應的位置做花針引白 勾針鎖針在同一個針位勾針短針 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 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 我們這一行勾四十八針短針 再放在起刺位置做花針引白 第三行勾好 我們現在開始針第四行 收六針鎖針 橋線四次 從這個入針位開始 在下八針位勾八針四長針 把挖六針鎖針分配 下一個針位置做花針引白 早上針針鎖針 第一組單元是勾6組 針腳位置做針飲白 去起廁位置做針飲白 把蒜頭轉斷 維根的固定花部分勾好 勾花芯部分 白影器 勾第一項 蕨線 把蕨線拉出來 蕨線拉蕨針上的針 在同一個入針位 勾6針短針 滑水 可以翻滑 去起廁位置 切削 入針 我們在斜線頭 前線拿回來做花針飲法 第一行就是勾好 我們開了第二行 小針鎖針是六針 同一個入針位 勾兩針短針 下一入針位 我們同時挑外半針的這兩針 走入針 勾兩針短針 我們總共勾六組 最後一組單元 同時挑這兩針外半針 勾兩針短針 回到肢肉位 同時挑外半針的這兩針 做針飲法 第二行勾好 我們開了第三行 小針鎖針是六針 同一個入針位 勾針短針 下一入針位 挑外半針的這兩針 在這裡勾兩針 在這裡勾兩針 這裡是第一組單元 總共勾六組 勾最後一組單元 下一個針位 勾針短針 下一入針位 同時挑外半針的這兩針 在這裡勾兩針短針 回到肢尺位 挑外半針的這兩針 做針飲法 第三行勾好 我們現在開了第四行 小針數針 大起立針 同一個入針位 勾兩針短針 下兩個針位 勾兩針短針 無視挑外半針的這兩針 這裡是第一組單元 我們總共勾六組 勾最後一組單元 下一個針位 勾兩針短針 下兩個針位 勾兩針短針 回到肢尺位 挑外半針的這兩針 同時入針 做針飲法 第四行勾好 我們現在開始 第五行 小針數針和起立針 從這個入針位開始 在下三個針位 勾三針短針 在下一個入針位 勾兩針短針 我們總共勾六組 最後一組單元 下三個針位 勾三針短針 最後一入針位 勾兩針短針 回到肢尺位 做針飲法 再一條線頭 將一條線轉轉 那花心的底部勾好 我們勾花柱部分 在第一項 剩下半針 入針 用另外顏色的線 放在勾針上 喬善拉出來 再勾三針 鎖針 轉到另一邊 回到離身 從這個入針位開始 在下兩個針位 開兩針飲法針 回到下一個入針位 做六條線 進去 第四個入針位 逐到下個入針位 做六條線 回到離身 從入針位開始,在下兩個針位,搖兩針飲白針 回到第一個花柱的底部,做花針飲白 第一項的花柱就勾好,我們將這條線從底部拉到下一項 從下一項相對應的另外半針,就是入針,做花針飲白 勾第二項花柱,搖三針所針 從入針位開始,在下兩個針位,搖兩針飲白針 回到下一項入針位,做花針飲白 第二項的第一條花柱勾好,我們按照相同的方法 第二項,勾十二條花柱,第三項勾十八條 第四項,勾二十四條花柱 第四項,勾二十四條花柱 在花器指位,做花針飲白 第二項,線頭,將雞線轉斷 將雞線轉斷,花芯部分就勾好 按照花芯底部正常入針的方法 就是勾多一片積片 再一段長雞線頭,將雞線轉斷 跟花芯底部份合作 跟花芯部份合作 跟花芯部分合作 然後在這個位置,裝入棉花 棉花妝好,繼續縫合 花心的部分再完成 圍巾的固定花部分 早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